榨米 小米 鸡头米 姜米 高粱米 花生米 红小豆 绿豆 红云豆 白云豆 桂圆 莲子 小枣 小豆仁 两个籽 笔板 栗子 头子干 碱面 酒店版的 这是喇叭粥 一定要粘锅 红小豆 绿豆 红云豆 这都添泡 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捏一点碱 不要太多 多得太苦了 熬这粥呢 但是我要需要一锅粥的时候 我这水不能马上堆到一锅水 这样这豆就不爱烂 一边煮 一边点凉水 得点那么三回 四回 五回 就是一冷一热 一积它 这豆很快就开花了 这是第一环节 先煮着 这云豆是最不爱烂的 做这个东西有点层次感 就是分头 单独给它压一下 大约这压将近十分钟 这个只要一开锅就点水 好 浇水 这火呢 这让别人开太辣 让它慢慢开 盖上 过了那边就是节啊 初九 初十就开始准备粘液饭了 家里扫房子的 搞卫生的 洗衣服的 这些准备功法都要有了 咸水 哎 这只有你放进去 因为它也不爱烂 那早上放进去 还有这个藜麦 这都是不爱烂的 就早点放 把这个栗子给它处理一下 栗子得包皮吗 对 得包皮 那这头必须得卸了 它好脱啊 好多人忽视了这个 这个碱面 其实这个碱面如果说要放在粥里边 它起的粘性东西特别好 喂 老家 是不是在呀 嗯 在农村要是熬粥啊 都你搁剪 对 出来特别好吃 对啊 你要熬什么大草莓串粥 对 你看你看这绿豆 红角豆 就长嘴了 一个是拿氧水鸡的 一个是剪 剪面 这时候呢我们把花生米可以下来 花生米煮完了有个是脆的 这个高粮米呢得下来 高粮米不乱汤是吧 不乱汤 放到湿也不乱汤 要放到面就麻烦了 这锅子别太大 慢慢熄时作坏 这鱼饰少了 尤其像来那个老母亲啊 她就说明天要火辣椒了 她很老早就起来了 是啊 你看 你看一袋一袋就这么过来 为什么叫做这老坡粥呢 让我们学会感恩 对 大爷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 这个粒子呢主要开锅 这皮一软 一袋一袋一袋 这个晾干了 送到药房 高价收购 哥二伯的茶杯里 火 对 粒子放进去了啊 咱们开始泡栗子 这个栗子煮只要一开锅 皮一软大约五分钟就好了 快去弄 好了 粒子放进去了啊 所有东西都差不多了啊 开始放米了 看这是姜米 水圆 辣米 还有香米 这时候就全割下了啊 要分期分批的把这原料 通过不同的加工手法 透露到这个辣椒 割的时候 粥粘又香 要有层次感 让它开锅 让它翻滚 那东西一沉底就容易扒锅 就容易糊锅 就快好了 我感受到了 熬这个粥呢 真是用心在熬 心很重要 是 每个地儿都要来的精彩 一定要年轻糊糊了 这时候呢 我们这粥差不多了 来点花嘴汁 花嘴汁可多可少 头子边 整一会儿 那时候父母来家 尤其是母亲 起一大早 等你起床的时候 不管几点起 就说七点起床的时候 那粥都给你好好 这就是父母用心的那种爱 比吃肉香 比吃肉香 吃了这么多年的辣碗粥 今天我算见识到了 这个高配版 要是我在家里边 就像我这次 我也是一下子 把搁里面搁里面熬着去了 今天这个粥 从始至终 我看了大爷一直走在锅边 这就是咱老一辈人 咱们的前辈 就是人做事的一个态度 今天咱们在老范谷 呈现这个辣碗粥 就是让我们这些网友粉丝们 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 辣碗吃什么 不是光吃辣碗蒜 还有一款辣碗粥 希望大家喜欢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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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